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Ham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日本居酒屋前规则 当你走进日本的居酒屋坐下来 通常会先听到一句话 先来杯啤酒 这个现象让不少外国游客十分好奇 为什么啤酒会成为到居酒屋用餐的第一杯饮料 而不是清酒或其他饮品 东京神田车站附近 有一家1928年开业的老店伟张家 第三代老板长江宽表示 这一习惯大概是从1960年至1970年之间流行起来的 这种说法也得到麒麟啤酒公关山崎孝认同 在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60年代 麒麟啤酒的生产量在十年内成长于五倍 在经济成长的年代 居酒屋提供的是桶装啤酒 顾客只需轻轻一按 就能倒出满是泡沫的清凉啤酒 对于当时的上班族而言 先来杯啤酒不仅是社交活动 也是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 然而这个习惯不仅是经济和便利性的产物 它也反映啤酒在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啤酒被视为可以带来愉悦和互动的饮料 它的普及也与日本人对于食物饮料的独特价值观有关 啤酒在日本的历史部场首次出现是在1613年 由英国霍伦带进日本 经过200年左右 直到1812年 荷兰人在长期出道开设日本第一家啤酒酿造厂 这时的啤酒厂主要是欧洲人经营 直到1872年 在大阪创立的色谷啤酒 才是首款由日本人生产 制造和销售的啤酒 啤酒也在日本逐渐兴盛 到了1885年 麒麟啤酒的前身 Japanbury Company成立 到了19世季末 日本本土的啤酒酿造公司数量已超过100家 啤酒有着口感滑顺 清凉消暑的特点 受到日本人喜爱 特别是在战后的高度经济发展期 啤酒被视为上班族最好的书牙饮料 先来杯啤酒是昭和大叔才在做的事 然而近年来 这个情况正在改变 新世代的年轻人对啤酒的热情有所下降 对他们而言 先来杯啤酒是昭和时代大叔的象征 不符合他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这个转变 不只反映出年轻人饮酒习惯的变化 也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啤酒夜应是否该因应这一变化 来维持其市场地位 根据日本酒类电商网站 针对会员做的调查 先来杯啤酒这个传统 虽然仍获得大众支持 将近70%的会员表示 走进餐厅首选啤酒 若再加上是情况而定的消费者 比例将高达近90% 但从年龄层来看 出现很大的差异 20岁到40岁的啤酒支持者不到六成 但在50岁到70岁以上的群体 比例上升到70%以上 尤其70岁以上族群 甚至高达79% 而根据麒麟啤酒研究部门 最近公布的数据 选择啤酒作为第一杯饮品的比例 从2015年的66%下降到2019年的62% 这反映一个有趣的现象 虽然啤酒仍然是一种受欢迎的选择 但消费者开始寻求多样性 像是沙娃等酒品 这些数据提供啤酒业和餐饮业深刻的洞见 首先先来杯啤酒的传统 在日本社会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尤其中老年族群坚守此传统 但另一方面 新一代消费者正逐渐改变他们的偏好 这可能意味着啤酒和餐饮企业 需要重新评估并调整他们的市场策略 为了吸引年轻消费者 啤酒商可能要推出更符合 其口味及生活方式的酒品 我透过社交媒体及其他行销方式 与年轻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连接 为什么先来杯啤酒成为用餐的起手势 先来杯啤酒吧不仅只是日本人的饮食习惯 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 从大学社团到职场聚会 这项传统已经深入人心 成为日本人的文化基因 根据一项调查 上班族去餐厅选择啤酒当第一杯饮品 主要原因为就是想喝 有趣的是将近两成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之所以选择啤酒 是因为觉得这就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或大家都点啤酒 所以就喝啤酒 这非常符合日本职场文化强调的迎合集体意识 也由于啤酒酒精浓度相对较低 又有着亲民的口感 尽管它在日本的历史不如其他酒类来得长 却因为异于入口 在哪喝都适合的特性 获得广泛支持 目前而言走进日本居酒屋 还是能大方的跟店员说先来杯啤酒吧 这不只是饮食选择 更代表着日本文化的缩影 毕竟啤酒在日本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符号 反映出日本人重视传统 和谐与集体意识 但随着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 像是沙瓦这种新兴酒品越来越受到欢迎 对于饮料商和餐饮业来说 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